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返回北方家园 孕育新的生命 候鸟迁徙是自然界的一道壮丽景观 更是生态变迁的生动见证 从今天开始连续四天 我们将会持续推出2024候鸟迁徙系列报道 动态追踪报道 候鸟的迁徙和保护 有多路总台记者在我国东部候鸟迁徙路线上 重要的越冬地 栖息地和繁殖地设置了直播点 在不打扰他们的前提之下 带您领略万鸟齐飞 振翅高翔的震撼画面 也为您讲述候鸟迁徙当中的动人故事 一起来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位于闽江入海口的闽江河口湿地 是湖南省最大的原生态河口湿地 也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 一个重要的驿站 这段时间以来这里的红雁 天鹅等冬候鸟 都已经陆续的启程展翅北飞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黄山 黄山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吧 好的妙然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福建福州的闽江河口湿地 大家来看 在我身后的这一片河滩湿地 就是整个保护区的核心区了 那这几天呢 刚好又是本月的天文大潮期 现在这个时间段正值涨潮期 可以算得上是一天之中最佳的官鸟期了 因为大家来看 随着这个潮水水位的上涨 这些鸟群会极群地飞到距离我们较近的这个河滩上 它们时不时会在空中掀起一阵又一阵的鸟浪 可以说是非常的壮观 而且就在这些鸟浪当中 有一部分就是候鸟北迁的队伍了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 首先要来重点关注一只可爱的小天鹅 大家看就是它了 在这个鸟群中个体最大的显眼包 它的名字叫做丢丢 之所以叫做这个名字啊 因为它是一只落单的小天鹅 大家看它的薄径的羽毛是灰褐色的 因为它是一只亚成体的小天鹅 此时此刻丢丢正和一群横域类的鸟群在这个河滩上 它们时而在空中集群飞翔 时而在原地休息 而只有丢丢自己一个人在这个河滩上显得有一点孤单和落寞 那工作人员告诉我 在过去的这个冬天 来到闽江河口湿地月东的小天鹅是接近650只 从本月初也就是三月初开始 这些小天鹅已经踏上了这个北规的旅程 而且啊 小天鹅是以家庭或者家族为单位进行迁徙的 直到本月的13号 最后一只小天鹅的沉鸟飞走之后 就只剩下丢丢形单影只 这段时间 它是对这里有所留恋 还是因为生病了 身体虚弱了 无法进行远距离的飞行呢 那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对丢丢进行了一个密切的监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丢丢的外表并没有明显的伤痕或者缺陷 而且啊 它也能够进行正常的休息 觅食游泳等等 大家来看 非常有趣 丢丢经常会把头埋到这个泥滩里头 使劲的扒拉 它是在寻找它最爱吃的食物 叫做海三菱飙草的根茎 但是眼下这个季节 恰恰又是这种食物最少的时候 因为大部分都已经被北谦的候鸟吃完了 担心丢丢会不会因为食物不够 出现身体虚弱的情况呢 其实前几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还对丢丢进行了一个人工的投胃 现在看大家看到的是一段监控的画面 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是慢慢悄悄的向这个丢丢去靠近 然后在它的附近撒下一些稻谷 但是丢丢也是非常的敏感和警觉 人稍微一靠近它就飞走了 但是飞的并不高也并不远 我们也特别请教了鸟类的专家 专家告诉我们在这个鸟群迁徙的过程中 部分的个体出现晚迁徙或者不迁徙的情况 都是自然界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这段时间工作人员也会加强对丢丢的一个密切的监测 我们也会随时关注丢丢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那其实除了丢丢 这两天我们在闽江河口湿地还发现了黑嘴欧的身影 大家来看就是他们了 那么他们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他们是去年的11月份来到闽江河口湿地的 这两天他们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大家来看一段对比视频 左侧的是拍摄于2月份 右侧的画面是这几天我们拍摄到的 可以发现他的头部的羽毛从白色变成了黑色 就像戴上了一顶黑色的小帽子 那这个动作呢叫做换羽 他们是把自己的繁殖羽换下羽换成了繁殖羽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个也是他们在北迁之前最重要的一道准备工作了 那根据一个最新的鸟类调查 目前在闽江河口湿地一共有鸟类119种 数量是超过了11500多只 其中有80%都是要北迁的候鸟 这么庞大的数据是要如何进行统计和识别的呢 其实从2022年底开始 闽江河口湿地就启用了一个生物多样性展示和分析平台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平台 它可以进行一个生态的监测以及综合预警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块 它叫做AI鸟脸识别系统 它可以通过一个实时的监控 通过比对对这个鸟进行统计和识别 那目前整个保护区一共是安装了30多个监控探头 不仅让这个监测的范围更广 而且还让整个监测的效率更高 正是有了这些AI等等相关科技的助力 让我们对这些候鸟的保护和研究都更加科学和全面 妙然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黄山这鸟类迁徙也有AI护航了 是真厉害 大家也会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大天鹅丢丢丢 还有可爱的黑嘴欧欧 那接下来我们再到位于江苏沿城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去看一看 这里呢是我国首个滨海湿地类的世界自然遗产 这里的朝间代湿地为候鸟栖息也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 是鸟儿们的海边乐园 候鸟迁徙季有数百万只候鸟将会分批次的迁徙到这里 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都有哪些候鸟呢 总台记者徐大为此刻正在沿城的海边贪图 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你好大为来带我们到你那去看一看 好的妙然那跟随候鸟迁徙的路线呢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位于江苏沿城东台的条子尼氏地 那这个地方啊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 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核心区域 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千飞通道上的关键的节点 所以每年迁徙季的时候啊 这里啊都会有数百万只的候鸟到此中转停歇 那所以呢我们这段时间啊也是在这儿遵守 那持续的拍摄到了大大小小的几十种候鸟 数量和种类啊也是相当的可观 那我们呢虽然呢不能一一的认全 但是呢他们中间啊大致的是有一些燕鸭类的 痕运类的还有一些欧类等等 他们时不时的从我们眼前和头顶飞过 那叫声啊也是特别的悦耳 那这一段时间啊我们在条子尼氏地啊 重点的就是关注一种明星候鸟黑嘴鸟 那黑嘴鸟呢它也是我国国家一级保护的 野生的料内 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繁殖季的时候啊 条子尼氏地啊是迎来了四千多只的黑嘴鸟 那从千禧季开始呢 今年的三月份到现在为止呢 专家告诉我啊这里已经有两千多只的黑嘴鸟 抵达了条子尼氏地 那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是经过湿地管理部门的允许之后 在尽量的不打扰黑嘴鸟的正常的生活的 一个前提条件下呢 也是架设了帐篷掩体 放置了仿真鸟 也是为了相对近距离的拍摄到黑嘴鸟的一个真实的生活状态 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近距离的拍摄到的黑嘴鸟 那黑嘴鸟啊 它的样子呀特别的绅士优雅啊 那头顶呢是有一圈黑色的羽毛 就像戴上了一顶黑色的礼帽 那身上呢是身穿艳尾服 所以啊他们的形象很绅士 也被称作呢失地绅士 其实啊他们头顶的这一圈黑色的羽毛啊 就是他们的繁殖鱼 这个繁殖鱼也是很有意思啊 在月冬季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白色的 那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他们已经变成黑色了 这个黑色之后呢 也是意味着 他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求偶纪 那这段时间呢 黑嘴鸟呢 主要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 这样的一个一万亩的高潮位 候鸟栖栖地里面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为他们专门打造的一个地方 那它三面环水 而且呢在一滴之隔啊 就是大海滩图 那离他们的繁殖地很近 黑嘴鸟呢 可以铺上几下翅膀之后 就可以飞到滩图上面觅食 也可以在繁殖地里面休息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特别安心的 安全的繁殖的一个环境 而且呢这里的地形地貌 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它有观摊 有盐耗地 还有潜水区 深水区 那尤其是盐耗地 就是接下来黑嘴鸟们 筑巢的地方 这个盐耗地呢 上面呢是长满了盐耗草 这个盐耗草啊 像去年生长的盐耗草呢 现在已经干枯了 恰恰就是这种干枯的盐耗草呢 也是黑嘴鸟们筑巢的 天然的一个材料 而且啊 盐耗地啊 也是为黑嘴鸟 它的繁殖啊 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盐体 避免它们被一些 大型的飞禽啊 所威胁 所以接下来 黑嘴鸟就要在我身边的 这些盐耗地里面筑巢 此时此刻呢 这些黑嘴鸟们啊 正在我身边的一些 潜水区里面觅食 因为在水下呢 有它们的口粮 这些小鱼小虾 和丰富的底气生物 尤其是这样的一种 细长的 富有营养的 而且呢 他们在吃饱喝足之后啊 他们就要去求偶了 其实他们在这段时间呢 也是特别注意 自己的颜值管理啊 所以经常可以看到 他们在水里面啊 梳洗自己的羽毛 而且呢 时不时的还要洗把脸 那在吃饱喝足 颜值管理做好之后呢 他们接下来就要去求偶 那专家告诉我啊 他们求偶的方式啊 主要是通过 鸣叫的方式 还有打斗的方式 来驱赶自己的竞争者 情敌 所以呢 待会儿呢 他们在经过驱逐之后 呃 交流之后呢 他们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摊土上面 会有一些黑嘴鸥啊 一对黑嘴鸥 他们会并肩行走 而且呢 步伐差不多 姿态也相似 这样一来的 大概率啊 他们就已经结队了 这样的情投意合之后呢 他们接下来就要共筑爱潮 富裕下一代 那其实呢 在去年的时候啊 条子尼师弟是有 四千多只的 呃 黑嘴鸥 呃 而且呢 他们做潮呢 一共是一千八百多个 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张图 这就是通过可见光的方式 航拍的方式 来分析出来的 黑嘴鸥的巢穴 那这样像图上的 一个个小的白色的点呢 就是黑嘴鸥的巢 去年的时候呢 是有一千八百多个 那今年这样的一个数字 会不会有所突破 我们也是充满了期待啊 其实为了呵护啊 黑嘴鸥的繁殖啊 当地啊 也是下足了功夫 那首先呢 这一万亩高潮位 七七地 就是专门为他们打造的 而且呢 现在在繁殖季的时候 四周已经围上了围网 也是为了避免一些 大型的动物 比如说麋鹿 它们入侵到繁殖地里面 破坏黑嘴鸥的巢穴 而且与此同时呢 就在去年底的时候 当地啊 也是启动了 这样的一项工作 在伊犁之隔的探图上面 原先是长满了 护花米草的 因为护花米草呢 它对底气生物的破坏 是很大的 会影响到黑嘴鸥们的口粮 而且呢 护花米草啊 因为长得太高 像一些欧类的后鸟呢 它们就很难落地觅食 所以在去年底的时候 当地呢 是采取了一个围烟的方式 对护花米草 进行集中的清除 那在经过几个月之后呢 这些护花米草啊 就可以被清除完毕 接下来黑嘴鸥们的 一个天然的大食堂呢 又会变得更大啊 它们的生活条件 也会变得更好 所以呢 我们也会期待 在今年的繁殖季啊 这些黑嘴鸥们 能够复发出 更多的新生命 好的妙然 那我在调字尼 湿地的观察和报道啊 暂时先到这儿 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嗯 好的大为 所以我们也期待 女儿的海边乐园和大食堂 未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那接下来我们再到 辽宁盘景的 辽河口湿地保护区去看一看 在那儿呢 有我国目前最大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嘴鸥的繁殖地 眼下这里又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老朋友的回归 总台记者严祁锋 此刻正在辽河口湿地保护区 下面我们就来联系他 吉凤你好 来带给我们你那儿的情况 好的妙然 那么此刻呢 我就是在辽河口湿地保护区的 黑嘴鸥繁殖地 那么大家通过镜头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沙洲附近呢 正有一群黑嘴鸥和其他的一些 预鸟类正在觅食 实际上从今年的三月初开始啊 大批的黑嘴鸥就已经北规到了盘景 那么目前相关部门的统计发现呢 现在来到盘景的黑嘴鸥的数量呢 已经接近上万只 而去年在这里进行繁殖的黑嘴鸥的数量呢 大概是一万一千只 所以我们说 现在黑嘴鸥的大部队已经抵达了盘景 那么鸟类专家告诉我们 黑嘴鸥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每回到这个繁殖地的时候呢 它首先大概用一天的时间来观察一下它的繁殖地 是不是符合它们的要求 那么如果观察可以的话 它们会立即分散开 在周围很大一个区域进行觅食 那么目前这个黑嘴鸥的这个觅食区域 大概是 接近10万公顷 也就是覆盖了整个辽合口的实地保护区 目前黑嘴鸥的主要任务就是觅食积累能量 为4月中下旬即将开始的这个繁殖剂进行一个准备 那么到那个时候 我们面前的这块大概600平 600公顷的这样一个繁殖剂 到时候将集结大量的黑嘴鸥 来开始它们新的一年的繁殖剂 那么我们在这次准备直播的时候 实际上我本人有一个最大的疑惑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跟我的这个疑问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知的欧类鸟大概有50多种 但是其中能够被定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却非常的少 那么黑嘴鸥为什么会这么的珍惜呢 那么在这次来到盘景采访的时候呢 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的鸟类专家 那么由此呢我也得到了答案 那么专家告诉我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原因呢 就是黑嘴鸥对于巢穴的一个选择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一方土地上 做了一个实景的模拟的沙盘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模拟的一个平地的湿地 那么在旁边的这些植物的甘枝呢 实际上是赤简棚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简棚草 那么这个黑嘴鸥的巢穴呢 就是由这些简棚草的甘枝来做成的 黑嘴鸥对于这个简棚草 有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热爱 它只选择简棚草的甘枝来筑巢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之前的这个繁殖剂 我们拍摄到的一些实景的画面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这样的一个筑巢的选择 有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个就是它在平地上 很容易受到它天敌的攻击 也就是说它的家特别容易被偷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湿地上 它的巢穴特别容易受到上涨潮水的淹没 因此能够符合黑嘴鸥繁殖地的地区 必须同时符合长满了简棚草 第二个呢 就是那种高滩的湿地 能够抵御上涨的潮水 那么这样的地区实际上是少之又少 那因此呢 在上世纪90年代 我们在盘景能够观测到的黑嘴鸥数量 只有1200多只 可能有一些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刚才我们在片头的时候提到了 目前来到这里 繁殖的黑嘴鸥已经达到了上万只 那么从1200只到上万只 这样的一个变化 其中一个核心的因素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黑嘴鸥的繁育地 那么这个黑嘴鸥的大概600公顷的 这样一个它的繁殖地呢 其实并不是古而有之的 它的来由其实还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我们知道盘景是一座湿地的城市 那么在当地的有很长的一个 利用湿地芦苇来造纸的这样一个传统 在上世纪80年代 当地启动了一个芦苇的增殖计划 其核心呢就是在这附近 修一条蓝海坝 目的是将这个海水的含鸥量降低 来适合我们这个芦苇的生长 但是这个实验结果呢并不理想 这个海水的严度呢 还是没有实现芦苇增产的目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失败的这样一个实验 恰恰的是造就了一方 长满了检棚草的一个高滩的湿地 所以说我们这个鸟类研究专家 对于黑嘴鹅习性的这样一个认识 大家发现这一片湿地对于黑嘴鹅来说 是一个完美的繁殖地 那么由此呢当地政府也毫不犹豫的将 这一块区域保护了起来 目前这一片区域不允许开发任何的项目 同时工作人员也会每天 每年都会定期的检查这个检棚草的生长情况 而周围的水质也是在每天的监控当中 那么所有做的这些呢 都是为了每年当这些黑嘴鹅北规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繁殖地不会失望 那么由于这些历史的一个偶然 再加上我们当地人民对于黑嘴鹅的 这个保护意识的提升 那就共同造就了从1200只到上万只这样一个故事 那也由此呢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时候 我们能够在我们头顶的这方天空里 看到更多的黑嘴鹅在自由飞翔 好的妙人 我们在辽宁盘景辽河口失地的报道 就是这些时间交还给北京 好的齐峰 看来我们的生态保护已经承受住了这个挑剔的黑嘴鹅 让他能够放心的恢复这场天地之约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辽河口失地自然保护区的 深处丹顶鹤繁域保护站去看一看 在这儿工作人员们是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通过科学的人工繁域技术和精心的野化训练 成功的孵化了许多的小丹顶鹤 并将它们放归了自然 有力的补充了丹顶鹤野生种群的数量 而他们的努力也让这片围海成为了丹顶鹤的家园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到了这一珍惜的物种 辽河口失地自然保护区的鹤类繁域保护站 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 但直到1996年 保护站的丹顶鹤才产下了第一枚卵 咱们潘井的第一只丹顶鹤产下第一枚卵 由于这个丹顶鹤它是属于 可能在大家这个心目当中都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说丹顶鹤是这个一夫一妻的 所以说配对是比较难的 丹顶鹤一般来讲 择偶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这个同胞兄妹是不能组建成家庭的 第二一个就是不通灵的 他们是也是很难组建家庭的 丹顶鹤严格的择偶标准 再加上保护站里鹤的唯一来源 是受伤的野生丹顶鹤 因此要组建能繁衍后代的家庭 就难上加难 从1996年到2016年 经过保护站工作人员的不懈探索 他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整套成熟的丹顶鹤繁育方法 2016年以后 这里繁育的丹顶鹤数量稳步提升 保护站也开始将丹顶鹤的野化训练作为重点 咱们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呢 陆续分了11个批市 咱们已经成功的放过于自然的140只 那2023年吧 监测结果来讲是 组建了这个14个家庭 就是有14个家庭成功的繁育后代 并且成活了15只除鹤 放飞野外的140只鹤中 能追踪观测到的已经超过100只 经过40多年的探索 保护站繁育野化的技术日增成熟 但丹顶鹤的繁育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 这要需要提到一个词语叫什么 叫一个生态容纳量 比如说咱们疗口实地 经过专家论证之后 觉得咱们这个疗口实地当中 正常的一个生态容纳量 对于丹顶鹤来讲应该是一个500只 未来三年保护站计划 向野外放归360只丹顶鹤 总数达到500只 几代养鹤人数十年的努力 这里的丹顶鹤野生种群 慢慢壮大了起来 咱们最终还是为了这个种群服装 所以说咱们今天咱们饲养丹顶鹤 是为了明天不用咱们去饲养 在去年的后鸟迁徙系列报道当中 我们持续关注了一只名叫壮壮的丹顶鹤 2022年3月 壮壮在它的迁徙途中 因为生病而体力不支 在河北秦桃岛掉落到了海中 随后被救助 经过了一年多的康复和野外适应性的训练 2023年11月初 壮壮被放归自然 那在放飞之前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佩戴了 环制环和卫星定位追踪器 随后的日子里 壮壮就一路向南迁徙 在河北唐山落艇 和东营黄河三角洲湿地等区域 都有活动的轨迹 各地的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爱鸟人士 也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 那现在丹顶鹤壮壮在哪里 他有没有融入到丹顶鹤种群当中呢 眼下候鸟陆续北迁 壮壮又是否开启了他的北迁之路呢 2024候鸟迁徙 我们继续追寻丹顶鹤壮壮 根据壮壮佩戴的卫星定位追踪器 回传的数据信息显示 从今年1月初开始 他就在江苏延城市地 真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没 就是牵涉的时间呢 应该是1月6号到延城的 我们17号就到通知以后呢 立即对壮壮的这个治理位置 这个助标地形的跟踪 有发现壮壮在保护这个 核心区的这个动满方向 是一个无论区的指法 这为主要是以鲁尾设置 为主持的现状 在一望无际的贪图湿地里 芦苇丛生 旷远而静谜 记者和当地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带着无人机 望远镜 相机等设备 驾车数公里 最终徒步来到了 距离壮壮生活区域不远的地方 随着了一个多小时 发现了壮壮的这个 具体准确的位置 而且我们通过无人机拍了 进行地下进行观察 发现了壮壮呢 到这里的持的状况 相对来说还是很好的 这只背上背了追踪器 腿上带着环制装置的丹顶鹤 就是壮壮 它时而低头觅食 时而悠闲漫步 丹顶鹤一般是以群居 或以家庭为单位活动 在壮壮生活区域的不远处 还有一个几十只的丹顶鹤种群 不过保护人员蹲守观察发现 壮壮并没有融入其中 整个月冬季 它都是单独行动 因为它救度的时间比较长 刚刚以外的鹤的 一年多的没有记错 所以它现在相对来说比较酷 按照鹤的生活形成 在后期 比如说繁殖 产弹 很多方面来说 配例很多方面 它肯定要值得 也在鹤台湖群的 今年开春后 其他丹顶鹤陆续被迁 壮壮却一直没有迁飞 直到3月20日 定位信息显示 壮壮开启了被迁之旅 根据卫星定位追踪器回传的数据显示 3月的21号18点 壮壮已经飞抵了山东东营 目前一直在这一块区域活动 在这 壮壮能否结束 它的单独行动 融入丹顶鹤的群体当中 它是否还会继续的迁飞呢 2024的候鸟迁徙 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带来壮壮的报道